咱们中医里边有一句话是 药食童颜 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物里边 像结根啊 橘子啊 还有柚子这些 这些它都有这个润肺 有清肺啊 化痰的这个作用 当然就是说是 它单独用的时候 它的疗效也是有限的 跟其他的药物一块组成 这个复方治剂的话 它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是 如果咱们患者的这个 咳嗽啊 咳痰啊 这些症状比较明显 是咱们食疗不能控制的话 那就肯定要采取药物的治疗 去用一些润肺化痰 清痰的一些药物去治疗 以免延误病情 咱们就是说是 常见的这个润肺止咳化痰的 这个药物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 川贝啊 结根 还有橘子 柚子这些疑问 还有咱们的半下 就是说是 这个是一个有毒的一个药物 咱们当食疗的话 这个是不建议的 就是说是 在药物的治疗的时候 这个药物还是比较好的 它有个化痰 止疗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